回鍋油裡頭其實含有很多的 對人體有害的物質 它會使你的過敏反應發生 然後讓你的免疫系統受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正常動脈的橫切圖 這是血管壁 這是它的洞 所以血液可以輕鬆的流過去 可是呢 如果我們攝取過多的脂肪食物的話 那膽固醇的含量就會上升 今年累月的膽固醇累積在這個血管壁上 越積越厚 洞就越來越小了 蛤 動脈的洞 變得好小哦 對啊 這樣子的話 血液還流得過去嗎 當然流不過去啦 一旦血液流不過去的話 就會造成心肌梗塞 血液沒辦法運送到心臟 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嗯 蛤 蛤 如果沒有血 那是難怪動了耶 賴教授說 經過高溫加熱的油 裡面所含的膽固醇濃度會提高 一旦我們攝取太多 體內不好的膽固醇也會跟著增加 這些壞膽固醇 會堆積在血管壁上 造成血管壁破皮 這時候 我們血液中的白雪球和雪小板 會自動跑去覆蓋傷口 這樣一層一層堆積下來 久而久之 血管壁就會被堵住 血管壁如果被堵住 血液就流不過去 那就可能造成心肌梗塞 或是腦中風耶 油炸食物還不只這些缺點 還有其他的壞處 蛤 還有啊 對啊 根據2002年瑞典的一個研究結果顯示 油炸的食品裡頭可能還含有餅西西安 餅什麼 我是聽過甲醫餅丁啦 不過 餅什麼安的啊 西西安其實是一種神經毒素 一般發現在富含澱粉質的食物裡頭 經過高溫油炸的話 是很容易產生餅西西安的 它是一種潛在的致癌物質 如果累積量多的時候 是容易造成人體的癌症病變的 欸 澱粉耶 那我吃炸豆腐 這樣應該可以吧 欸 徐軒啊 事實上 蛋白質含量多的食物 如果經過油炸 一樣會產生可能自癌的物質哦 叫做雜環胺 蛤 雜環 對啊 雜環胺啊 可是 油炸食品裡頭 最嚴重的問題是 油炸油經過長時間油炸以後 其實會產生急性物質 跟聚合物 這些呢 對人體健康的危害 其實是更為嚴重的 哦 原來 油炸食物不但會讓我們膽固醇上升 引發心血管和免疫系統的疾病 還會有致癌的危險哦 賴教授說 澱粉類的食物 比方像薯條 碰到高溫油炸時 會產生一種致癌的化學物質 叫做丙吸吸胺 如果是蛋白質高的食物 例如豆腐 油炸之後 則會產生雜環胺 也是一種可怕的致癌物 而且 無論油炸什麼食物 經過高溫加熱的油 都會產生種極性化合物 跟著食物被我們吃下肚 這才是最可怕的哦 所以油炸食品呢 應該要少吃微妙 嗯 哦 時間已經不早了 你們都了解了嘛 嗯 那這個呢 就幫我轉交給廟博士吧 這是資料跟會議的邀請函 嗯 好 沒問題 那賴教授 我們就先回去哦 嗯 謝謝賴教授 好 拜拜 拜拜 炸薯條也不行 炸豆腐也不行 對啊 我炸精菜總可以了吧 炸什麼東西不重要 重點是 油炸的食物對身體不好 真受不了你耶 可是大家炸香菇好了 香菇很健康 可以看啊耶 芽蓉你覺得怎 怎麼樣 芽蓉等等我啦 等等我 小助理的報告 我是 沒想到食物再油炸起來 還有油炸後的脂肪 差超多的耶 當然啊 嗯 而且賴老師還說 吃太多油炸食物容易引發疾病哦 像是心血管疾病啊 或是免疫系統疾病哦 哦 沒有錯 看起來你們這次收穫不少啊 嗯 嗯 欸 徐仙 你今天怎麼這麼安靜啊 有哪個身體來定樣不舒服嗎 沒有啦 哎 不是 你不要理他啊 他只是一時還不能適應啊 哦 不能適應什麼啊 不能適應沒有炸薯條 沒有炸豆腐 沒有洋芋片 沒有 哎唷 對啦 對啦 現在什麼都不能炸 好 我看以後連油油都真的不要吃出來 哦 哦 原來是為了這個啊 徐仙 吃了這些東西真的是不太好 你要慢慢把它改掉 不過也不能交往過正哦 不然的話 你會變成老太婆哦 變成老太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體呢 有60兆的細胞 所有的細胞膜呢 都是油脂組成的 所以油脂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都不攝取那個油脂的話 我們身體運作就不很正常啊 皮膚就會乾燥啊 就沒有光澤哦 哦 難怪會就巴巴 變成老太婆了 哎呀 徐仙 不要去哦 擔心了 來來來 坐下 嗯 徐仙 我看以後零食你改成吃 啊 改成吃水果好了 像是蘋果啦 奇異果啦 檸檬啦 哎 你不是立志要當白雪公子嗎 吃了這些東西啊 可以讓你的皮膚白胖胖 咬咬咬咬哦 哎 Good idea 這些蔬菜水果呢 不但可以抗氧化 抗癌 而且它含有很豐富的 Vitamin A C 跟E 這些呢 都有益健康啊 而且呢 它可以修補我們因為吃到不好的食物 所造成的災害啊 哎 真的嗎 可以補救 是啊 嗯 所以我只要多吃一點抗氧化的食物 那我新愛的薯膠 嗯 我真是太超梅了啦 哎 徐仙 你該不會想 哎 徐仙 如果你吃了太多有害身體的食物 身體的機能已經改變了 把身體已經弄壞了 到時候你吃太多的抗氧化食物 也補不回來的喔 聽到了沒啊 好啊 那我們總會直接吃啊 走 那你不要再想一些有了沒的喔 好啊 好啊 去去去 真的不行啊 那我就多吃一點菜了 好啊 現在就是現在 我們要 行動 去關心 去瞭解 去拯救 這個美麗的藍色地球 它屬於你 也屬於我 那所有存在世上的一切 都是我看的好朋友 這個美麗的藍色地球 一起努力 讓它存活 讓所有可待 努力的故事 流傳到 遙遠的以後 在你身邊